3,下一个就3,那3-1,那边就2嘛,在输出的位置刚好是我们要的,2,有没有,2乘1往下,那其他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执行过,这边按执行,全部执行完毕了,OK,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利用VBA帮我快速的输出一个什么,输出一个99乘法表,应该可以理解啦,只是说因为还是需要 要再思考一下啦,那特别注意就是关键点在这里,这边的公式,那当然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啦,这个是参考答案,你也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其他方法啦,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希望按个按钮,自动可以帮我输出,清除跟99乘法表,那你必须在这边先做一点事情,然后呢,就让它输出,那当然将来如果说你要让它更美观一点的话,你就直接在开发人员的 插入,里面这边有一个这个按钮,插入的那个表单按钮,先做一个纠着乘法表 好,把它复制一下,这边的按钮名称,可以把它加上去,就一个纠着乘法表 再按一下这个表单控制,这个按钮,再拉一下,这个是一个清除,你再把那个清除加上去,那以后你做完之后呢,你在你的那个工作表上面呢,就会多两个按钮 一个叫做99乘法表,一个叫清除,那你就可以这样,按一下清除,清除掉了,按一下99乘法表 99乘法表就加上去了,OK,类似这样的功能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清除,99乘法表,OK 当然喔,因为99乘法表,当然这个地方是固定的啊,其实你将来也可以再换啦,比如说不要99乘法表 比如说不要99乘法表 我叫88乘法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10乘法表,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像印度好像有什么 它不是叫99乘法表,它是19 乘19的 表吧,而且他们好像不是用背的 中国人是用背的,所以外国人觉得很惊讶,哇你们好厉害喔 算数不用那个计算机的 因为我们已经背起来了 但是印度人是真的是计算的 他是去推算怎么去产生的这个方式啦 那你可以再做一些些变化,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公式稍微长一点 如果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记起来没关系 这边有啦 那你只要怎样,先Ctrl C,Ctrl V 再把关键的地方改一下 OK啦,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一定要动手做啦 而且尽可能的要熟练 有些东西,如果你熟练之后呢 你将来你就可以重新所欲 你想要写什么,马上看到你的需求 就可以把你的需求写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就像最近我其他班级有些同学 有些已经一个淡落 然后呢,我会请同学上来做一些那个专案 就是一个简单的报告 有同学就,他的工作是做人事管理的 要算薪资的 他以前算薪资会非常头痛 但后来他把它做成自动化之后 我看很厉害 按下去哦 每一个每一个员工的薪资全部都产生了 然后呢,再按按钮总表就出来了 哇,以前他可能要做好几天的事情 他可能就几分钟就把它全部搞定了 不过当然你要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 都是从最基础开始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也是这个每一个环节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去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 那这些工事都不是凭空去产生的 也不需要去死背 我刚刚做的动作 全部都是你看到什么 你去写什么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需求 你如果学会了这个方式的话 你就可以自动帮他的 每个步骤都自动化了 我给自己的头发展 各位先试试看 好咯